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卫福部长陈时中之间的较劲 连夫人都加入战局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奇在脸书发文 说台湾发函给侍卫的警告信件 她认为是武汉发布的讯息 还自嘲这样又要被骂逆时中了 但是以她的英文程度 加上当时台湾没有病例 硬要说成是警告侍卫的信实在有点牵强 更质疑边境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 对此陈时中回应 既然信件都已经公开了 有人看不懂也没有办法强迫 至于边境管制 是因为防疫前起 对疫情还有病毒不够了解 执行的方法一定更严格 现在对病毒更了解之后 就会逐步松绑 握过一双双手合照民众不间断 柯文哲逛金楼庙口夜市 瞬间便民众党的扫街造势大会 恰巧周六晚间 卫福部长陈时中 人在台南逛街 现场还因为围观民众太多 行程被迫取消 两人一北一南 就像在拼场较近 只不过连柯文哲的太太陈佩奇 也加入战局 陈佩奇脸书提到 台湾发函给世卫的警告信件 他认为是武汉发布的讯息 自嘲这样又要被骂逆时中 但以他的英文程度跟见解 硬拗说是我们警告世卫太牵强 更像武汉跟欧美反台 检疫标准不一 有政治考量 当议时这么久 没听过起源地的病毒比较毒 也没有绝对说对中国的比较的严格 对欧美比较不严格 这完全是一个时序跟病毒的了解 已经都公开来的 有人看得懂 有人看不懂 我也没办法强迫 大家都看得懂 一一回集质疑 双方战火再被挑起 不过柯文哲很自豪 陈时中曾经力挺过他 2014年陈时中代表牙医志工团 支持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 肩并肩挥奇互动热络 但这一幕2024恐怕很难再看到 那是已经过去了嘛 我想选举都是一次一次 这样子的来的 疫情以来 陈凶生两年压科批 医生市长跟牙医部长 两人关系也早已回不去 这话李明珈台报道 随着指挥中心宣布 6月开始解禁国产口罩 可以出口 也可以自由贩售 知名美食大卖场 5月底在官网上架 中国制医用口罩 平均一片定价12元 而保雅6月4号开卖 国产医用口罩 每片大约是5到7元 全家超商也宣布 6月2号将开卖限量 国产口罩 搭配优惠试算下来 会员价一片是4.98元 跟实名制价格差不多 莱尔富也是定在 6月2号开卖 但方案还没有曝光 不过有民众还是认为 实名制比较好 因为可以避免囤货 让需要的人都买得到 新冠肺炎疫情疫苗 一天不问世 口罩想脱掉 短时间还很难 眼看6月 国产口罩便要解禁 开放出口和自由买卖 价格战怎么打 四大超商之一的 全家便利商店 抢先打出第一炮 全家超商6月2号开卖 限量国产口罩 搭上优惠 每片4.98元 比实名制还便宜 我觉得实名制比较好 避免大家囤太多货 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有需要的 稳定价格实名制有保障 同市超商莱尔夫6月2号开卖 但方案还没曝光 统一则表示 持续配合口罩实名制 药妆店部分 保亚选在6月4号 正式提供国产医用口罩 首批100万片 每片约5到7元 民众购买管道会不会因此洗盘 多数人认为方便最重要 现在都在药房买 现在家里不进来 也不用运费 我妈现在他们也都 没有那么用心在抢口罩了 尽管国产口罩解禁 但侯士多5月22号 已先上架 中国制合装医用口罩 平均每片12元 家乐福也宣告 6月1号将贩卖1.8万包 中国制医用口罩 每片9到15元 价格可预期 都将超过现行的一片5元 不用再大牌长龙 但价格随之跟着解封 还得看民众买不买单 记者陈一如林一新台北报道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连续49天 没有新增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记者会再度遗失南部 周末来到了台南举办 面对未来全台 管制措施将陆续松绑 指挥官陈时中表明 还是会担忧境外移入病例 呼吁民众要把良好卫生习惯内化 就算是到了六七月 也不能够松懈 另外对于各县市解封时间不一致 陈时中则强调 只要地方评估后 能做好管理就好 也能趁机看看地方能力 今天就是吃金球 我们的很特殊 售出满满农产品 不管是吃的芒果还是看的火鹤 通通摆上桌 指挥中心记者会周末再度南下 来到文化首都台南 面对未来全台各地将逐步解封 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还是有些担忧 解封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大的考验 对大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 也是要不断的再去注意每一个迹象 每一个可能性 有四个潜伏器来讲 台湾本土应该是非常完全的 但是也不免得会担忧 就是说是不是有境外移入 强调只要守住境外旅客 由症状进行裁剪 密切注意做没问题 指挥中心呼吁守住个人防线 请洗手戴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离 变成长期抗战 依旧不能松懈 还必须内化成生活习惯 才不会影响后续暑假出游限制 只是传出部分县市在六月七号以前 就扩大松绑管制措施 阿中部长怎么看 那增加里面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在主办的单位里面 当然有提出他的需要 然后第二个就在地方政府会 评量他的一个必要性 那只要看这样的能力 如果他能做 那他就准他去做 认为逐步解封也适时考验 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随着疫情趋缓连续四十九天 没竞争本土个案 步入防疫新生活 防线能否守住 将成为下个阶段 考虑开放边境的重要依据 记得JSVANGARITY SNG小组海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将全面终止 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 台湾积极争取加入WHO 现在还要继续吗 还是转而参加 美国可能成立的新平台呢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如果美国建立新平台 这是一个机会 台湾应该要争取参与 不过外交部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事关重大 在国际友人还没有回应之前 没有评论 川普大动作 宣布要跟WHO切断关系 不过台湾积极推动加入WHO 现在要继续推 还是转而投向美国 可能建立的新公卫平台呢 在美国如果真的退出了世卫 那世界可能还要再做一个 建立一个 大家互相能够信赖的一个平台 让未来如果有新兴的疾病的时候 能够更迅速的来反应 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当然会积极来争取加入 陈时中说会积极参加 不过各国对于川普分手 WHO反应冷淡 是否不利台湾国际生存空间 还有竞争利益 事关重大 外交部低调回应 外交部会密切注意后续发展 拟定对我国最佳的策略 在其他国际友人尚未回应之前 外交部没有评论 观察国际的舆论走向 不贸然做出决定 而学者则认为 维持加入WHO的一贯主张 务实中保持弹性 不能跟在美国后头 亦步亦驱 不管美方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 或是表了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都应该还是要积极的参与WHO 对于台湾来说朋友多多益善 我们应该还是要保持这种多边的自由主义